网购相当的方便 但是对于国库来说 却可能会面临逃漏税的损失 财政部呢一度打算要取消 3000块钱以下的网购快递货品免税的规定 不过财政部在今天开会之后呢 决定维持现状 同时还强调将会严格取缔 网购逃漏税的业者 光棍节网购商机惊人 业者高调欢庆赚很大 但我方财政部却是担心逃漏税难抓 为了避免业者化整为零规避客税 因此决定以后同一收获人 同一寄件人同一搬机 只要两个条件符合就要合并计算 如果进口货品完税金额超过3000元 就要课税 甚至还传出财政部打算 取消3000元以下免税规定 这项消息让批发业者叫苦连天 台北最大成一批发商圈 五分谱是网路拍卖批发来源之一 许多业者同样是从大陆进货 一听到未来网购进货可能全面课税 业者扬言衣服一定也会跟着涨价 会影响到 当然是一定会影响到 但相对的我们会把客税的部分 直接换算到衣服成本上面 往上再去增加这样 根本就没有办法说自己洗手 一定会反映在衣服的上面 到底快递进口货品该不该取消免税门槛 财政部26号下午也开会讨论 比较各国免税门槛后 发现美国定在6000元新台币 韩国4000元 日本跟台湾同样定在3000元 财政部考量设定客税门槛是国际趋势 目前倾向贺税标准不动 因为这个官物的对这些规范 一般都有国际上的标准在 大家会互相比较 所以说可能还是看起来比较困难 取消这个3000块 财政部也强调 未来茶气将会更加严格 尤其是业者大量进货 在一小包分装 化整为零的手法 会继续追查网购逃漏税 有点TV我叫叶佳华台北报道